我們來到這個旅程的最後一天 終於被我們看到紅蟹 當然跟最高峰的位置 當然有很大段距離 當然差很遠 跟我上網看影片不一樣 對,跟我看了相片也不一樣 但我覺得在我們來的時間來說 目標也算達成 達成,真心 2023年雨季池之餘 降雨量更異常地少 只剩下平均雨量的四分之一 今年2024年 是聖誕島有紀錄以來第一次 錄到二月仍然有紅蟹遷律 專家說80年代 雨季都會在十月尾、十一月頭 很準確地來臨 但近幾十年 紅蟹遷律延遲的情況越來越頻密 今年更加遲到破紀錄 太少雨水 會增加紅蟹遷律時的死亡率 紅蟹不遷律也會繁殖不到 如果氣候越來越乾旱 紅蟹遷律全球獨有的現象 會不會變成絕版? 立即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